进化真案延烧至今 简连为追查金流疲于奔命 据《镜周刊》报道 简连日前获得了重要情报 原来柯文哲身边除了大帐房李文宗以外 还没扶上台面的贴身帐房 绰号橘子的徐芷瑜恐怕是关键人物 只要找到他就能勾击出 柯文哲所有帐策的金流 只不过简连准备进一步调查时 却发现他仍早在8月底 发动第一波搜索前 他就接获柯文哲的指示紧急出境 临行前柯文哲还特别叮咛 他要保护好身边的钱 之前是指出徐芷瑜知道自己的台湾住处 已经被搜索过 也有人劝他回国面对 但会不会回来就不得而知 而目前简连正在持续联络他 回台接收调查 若还是迟迟未到案 恐怕将面临通缉 另外靖州刊还指出柯文哲耍赖 拒绝讯问并非首次 早在8月30号首度到北检应讯 他就用过了这一招 知情人士爆料检方当时问 柯文哲小省15省庆金这纸USB代表是什么 当下柯文哲愣住没有正面回答 还闪烁其词 后来还直接站起来掉头 打算离开侦察厅 因此检方只好下令将他当庭逮捕 北检持续抽丝剥茧 只要找到贴身帐房许子瑜 金华城岸那消失的金流 很有可能就会水落石出